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是非法改装的事情吵得比较厉害 现在也不知道加装拖车杠 以后上路会不会有安全的风险 这个事也要等过一段时间看看发酵的如何 最好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我们玩通话房车才能够放心安全上路 在爱拓的这个4S店把车保养一下 做个小保 爱拓的这边的4S店还是很干净很整洁的 很大 这边有不少问界的车在这保养 所以这个花年16万公里的这个车的质保还是有的 只不过二手车主的还有些权益啊 就是这些保养的权益都没有了 都得花钱 不过保养也还可以 今天做了一次小保415块钱 更换机油几率然后整车减修 嗯 有朋友的问啊这个赛里斯这个车 它的后备箱 能不能把它摊平 摊平呢作为床车使用 今天也来试一下 首先这个赛里斯这个车也是支持这个4S6放倒的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前座把它放倒 虽然能放倒 但是它不是纯平的 它有一定的坡度 嗯 但是一般的话像这个 这个坡度 现在的长度还是不够 不够一个人躺下来的 因为你看 这边有很大的空档 对吧 这边有很大的空档 所以头是不好放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网上买了一个 就是 买了一个就是延长板 在这一头是挂在前座 然后可以伸缩调节 当然我们这个前座 也需要往前再移一点 这样的话应该就是一个 像我一米七八 应该是可以睡的 然后再加一个床垫应该就够了 你看 像现在的话就够了 你看 现在够了 可以伸直了 你看 对吧 前面的前排往前推 往前推点 还可以再往前一点 往前推就好了 这个可以调整的 可以再往前推一点就可以了 现在其实我脚已经可以伸直了 对吧 一米八 一米八 这个一米八的买一米八的床垫正好 那个就是家常版啊 买的先短了 买了四十的 所以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52的 52的长度这个就 就挺好的 然后这个 正好是搁 搁到这个 搁到这个后座的这块 硬塑料上 所以整个的 承重啊 都没问题啊 然后绑在前座的这个 座椅上面 然后再把这个 充气 充气垫往上一放 就成了一个床车了 后面看一下 还是比较平整的 座椅啊 因为它的座椅比较厚 所以有一点坡度 好 铺上床垫 这个是一个自充气的床垫 然后往上面铺 这样就形成一个大床 这个宽呢 宽是一米一左右 然后在枕头那边是一米三 这样睡两个 两个人也没问题 长度是一米八八 你看这样 还不错 脚还没有顶到 万一这个车 非法改装不能拉脱挂 当床车也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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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as